他有一個人在游泳 他過去他過去了 完了完了 哦 超大隻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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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你貓很多 我依然是愛著你沒歡樂 哪怕我聽不懂 你獨特言語也被你感動 下過的雨的舞蹈 嗨大家好 歡迎回到 小禮可能有機會 菊姐姐 小禮 祝大家新年快樂 玉兔迎春 兔 兔兔兔 OK好那開場我們現在問大家就是 大家看過鯊魚嗎 你說真的鯊魚還是那種影片上面的鯊魚 真的鯊魚 真的鯊魚沒有看過 但是就看過影片的鯊魚 OK Babyshot算嗎 Babyshot 好沒錯那如果大家還沒看過鯊魚的話 我們先跟大家介紹 我名字有鯊魚的 Sershot VPN Yeah 好Sershot VPN 新的可以解決你有觀看區域限制的好東西喔 好馬上來介紹一下 好像我們都是在日本拍片的時候啊 我們就是在日本的伺服器嘛 那因為我想看新聞 好我現在看全都日本的新聞對不對 就是都是日本的都沒有台灣的 對 全部都日本的 我要怎麼看台灣的新聞啊 然後呢這時候呢 我只要打開Sershot 然後呢轉成台灣的伺服器 你看一鍵就可以轉 超方便的 好我們現在已經轉成台灣了啦 然後呢你看 而且呢實際位置是隱藏 就是它有加密 它非常的安全 然後呢我們現在再打開來看 重新整理後 就變成台灣的新聞了 變成台灣的新聞了耶 那我剛才可以看台灣的新聞嗎 那我現在想看Netflix的話 如果我想看美國Netflix 我現在也可以直接轉給大家看 好像我現在就是都是看台灣的Netflix嘛 那如果我想看 美國才看得到的Netflix的美國劇的話呢 我現在呢一樣只要打開Sershot 把我的位置呢改成美國 這邊有一個美國 拉斯維加斯 點下去 然後呢馬上就可以轉到 美國的伺服器 我們輪到了 馬上連到美國的VPN 一樣都是加密的 然後馬上打開來看 重新整理 哇 全部都是美國的 然後呢就出現 還有美國的前十的排行 哇超方便 可以馬上看美國現在流行什麼電影 好甚至是連Youtube呢 都能看到美國現在流行的發燒影片 哇 世界都可以看到美國的東西耶 這太方便了吧 現在呢馬上點選資訊欄的連結呢 或是使用我們的優惠代碼 四孝弟弟呢 獲得1.7%的優惠 經過兩年的方案呢 還可以再使用免費三個月喔 重點呢還有30天的退款保證 所以呢大家趕快使用吧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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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今天呢 要幹嘛呢 我們今天要看 四個呢 差點被鞘魚攻擊的 驚悚瞬間 其實我們之前拍過幾個像是什麼 釣魚的驚悚瞬間 還有一些就是海上的一些恐怖的瞬間 那我們今天要來看四個呢 我自己覺得近期看到讓我更害怕海 因為我算是有點那個深海恐懼症的 你有嗎 我沒有 但是我知道你比較不能玩水對不對 對我會怕水 所以呢今天看這四個影片 我也是有點煎熬 因為呢我看到海我會有點害怕 你曾經有遇過鯊魚 你游泳的時候 或是你搭船遇過鯊魚 你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你之前的經驗是什麼 那如果遇到的話 你覺得可以怎麼做 今天算是一個有點教導性的 也要看有沒有專家啦 大家也可以留言就是 對如果遇到鯊魚 你會怎麼做 那我們馬上來看吧 好 看到你們有沒有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請趕快訂閱我們的頻道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訂閱我們的IG 一定要追蹤喔 一定要支持我們喔 然後記得訂閱我們的IG 然後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嗎好很多喔 馬上看第一個影片吧 第一個影片就 超可怕 Let's go Go 好 第一個影片呢 標題是 玩水的時候呢 就是有人玩水的時候 不管怎樣 好 距離有大白鯊 正在背後耶 wz 在玩水的時候 對啊 欸如果你真的在玩水 後邊有大白鯊 你會怎麼樣 我會腿軟 我連銷肉都不會油 然後它這個有三部曲 它就是有Part 1、Part 2、Part 3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我來囉 3、2、1 下面這個 太大隻了吧 Oh my God 他好像有點在游泳 他過去還過去了 這樣 他不是就完蛋了嗎? 他沒有發現耶 他在那個耶 招手 他以為他剛剛在打招呼 太大隻了吧 他還有血清畫面 為什麼血清畫面 啊怎麼你要救他啊 等一下 他在怎麼沒在動啊 他會準備攻擊吧 他發現了 他跑了 好Part 2、3、2、1 接下來的畫面 可能他現在才發現 可是那個鯊魚怎麼都沒在動啊 他可能路過吧 剛吃飽 有可能 我可能 現在對人類還好 超危險 這隨時可能會被咬耶 Oh my God 他在揮手 有人救他了 有那個救生員嗎 輕了 他過來了 他過來了 要不要吃掉了嗎 現在關心 現在關心了 鯊魚 Oh my God 鯊魚 我現在要推什麼 幫他 幫他 喔 他那不就他什麼意思 他可能是想要把那個鯊魚驅離吧 是不是 有可能喔 對 他還在 該不會最後是他被這個了吧 他一直在那邊畫圈圈啊 為什麼要畫圈圈 要不要救他 會不會是他們的一個方法啊 就是不要讓那個鯊魚靠近他 喔 擋住鯊魚的去路 對對對 對 有點傻笑 他怎麼不讓他上來 這很危險耶 可能 我剛剛看到他伸手 伸手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上來上來上來了 喔 這個看完了 這個很緊張耶 這他還有三部曲 可是我的想法是說 因為他那個 水上摩托車過來 他可能也沒有辦法 馬上衝過去 結果他可能是 我覺得他不是那個人在中間嗎 他一直圍著那個人繞圈圈 對 他應該是也是要保護那個人 不要讓鯊魚靠近吧 有可能 應該是 那個鯊魚感覺好像 好像沒有要主動攻擊的感覺 因為其實聽說 鯊魚好像不會主動攻擊人類 喔 除非他聞到什麼血的味道啊 對就可能真的 有讓他 產生主動攻擊的樣子的話 他才會攻擊 但是聽說他是不會主動去的 所以 就還是要小心 那好險這個人沒事啊 好 那我給他 驚悚指數8點5分 你看幾分 這我給10顆星 因為很煎熬 後面還有三部影片耶 我覺得這個是讓我煎熬 因為 你就是 他是一段一段的 然後他有中間的過程 還有他那個 要上不上 那個感覺很恐怖 後面有更恐怖的喔 有比這恐怖一百倍的 真的假的 好 第二個影片 Let's go 啊 我們稍微 是不是忘記講一下鯊魚的種類好了 我們剛看的第一個是大白鯊 我們稍微看大白鯊是什麼東西 其實鯊魚我只知道大白鯊耶 大白鯊還有一個別名是 鯊人鯊耶 它是一種大型的掠食性鯊魚 OK 所以其實那種電影裡面 演那種大白鯊就是這種鯊魚 對 我記得那個電影的大白鯊 會把那個船吃掉 就是這樣 這樣吃掉 我們這個要看的是虎鯊 這標題是250公分的虎鯊呢 靠近人類耶 250公分超大隻耶 超高超大 好 我們現在直接來看影片好了 這個影片來源是Toby 3 2 1 虎鯊 Tiger Shop 超大隻 這兩個人太近了吧 是在海邊而已耶 對啊 所以在海邊玩會遇到嗎 所以它就是牽水的地方耶 看起來啊 那女生那邊有發現嗎 他就才發現 再一次 3 2 1 天啊 天啊 這這麼淺以後有鯊魚 那誰還敢去海灘玩啊 對啊 可能應該還是要看的地方 可是它那個海真的很乾淨耶 天啊 這我真的會嚇漏尿耶 欸 直接去海灘玩旁邊就有隻鯊魚耶 對啊 其實我一直以為海灘不會遇到鯊魚 因為有鯊魚會剩下那種 就深海才會出現 原來這種那麼淺的地方也會有鯊魚 他可能想說來這邊看看 好 那給他幾分 這個我可能給他9分 因為剛剛那個畫面還蠻平和的 也沒有怎麼樣 就只是他好像就是路過這樣子 就好險沒有主動攻擊人類 對 他好像可能就是來看看 然後看完就走掉這樣子 我覺得我可能給他7分 雖然這海灘還是很可怕 就是隨便去海灘玩水 然後結果有隻這麼大的塞在那邊 哇真的會嚇風 他覺得我可以想法 我們看下一個 OK 下一個呢 我覺得是今天最恐怖的影片 我擺在倒數第二個 就是呢 有一個應該是要潛水的人 他準備下水的時候呢 就差那麼一點點被鯊魚攻擊 就差零點幾秒吧 所以很快被咬到喔 對 要下去的瞬間 遇到一個超級大的鯊魚 那這個影片我覺得還蠻驚悚的 這個蠻恐怖的 這個影片來源是 Balker Junior Fate 我們來看影片 超可怕喔 3 2 1 他下去潛水 超大隻的 差一點 差點就被咬了 欸 真的是還好耶 我的天啊 嚇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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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3 2 1 1 欸 這是差一點 可能手就不見 或腳不見了耶 因為它整個是頭剛好 喔 它翻起很快耶 這很大隻耶 欸 它剛好把嘴巴打開 真的就是變成那個 金蟲的畫面耶 變成紀錄片了 對 就是可能真的 會有人出了命耶 但這個要發生哪裡 好像不太清楚 大家如果知道可以有人告訴我們 OK 這個金蟲子就給它10分 這個在嚇爆我了 這個我要爆表耶 12分 因為這個真的是 差一點點就掰掰了 就好奇那個女生的反應很快 就它其實臉已經在海上耶 它是這樣 然後它很快跑過來 它就 然後直接往上爬 對 真是還有它反應快 欸 好奇那個鯊魚沒有直接這樣 噢 對 它再晚一點 它剛好是那個鯊魚 剛好是嘴巴打開的時候 對 鯊魚直接飛上來 真的頭就掰掰了 而且鯊魚的力氣很大 只要到水裡面 其實就變成它主場了 所以你 真的很難跟鯊魚看的 但是我還是有聽過那種人類似機的 就是在海裡面還打鯊魚的 好像也有這種似機 那我們來看最後一個影片 最後一個也非常可怕 Let's go 好 最後一個影片的標題呢 我們先給大家看就是 應該也跟上個影片一樣 就是應該是準備要浮潛 剛剛那個可能是潛水 可能更深 這個是浮潛喔 然後呢 結果 當場的被金鯊 要咬到 好 那這個影片來源是 Now this earth 那這個第一人是在 啊 剛剛忘記講啦 第二個影片剛剛是在澳洲的海灘 那我們現在這個影片是 菲律賓的薄荷水 而且在上個月發生的喔 好 馬上看 3 2 1 Oh my god 大白鯊 它咬下去了耶 它有咬嗎 但是 但是咬空 啊 下一次 下一次 那有說是什麼沙嗎 打黑沙 它咬兩口耶 但是 沒有咬到 它是不是 只是咬好完的 它們下爆耶 膚腺者 要是說我也是下爆 我對腿軟耶 好 這樣子耶 就在你旁邊耶 天啊 好 我們看什麼是金鯊好了 我們今天也算是科普一下 對 好 金鯊又稱為豆腐沙 是目前世界上的體型最大的魚類 它是濾食性的動物 只是捕食那種小型動物 就是浮游生物那種 比較溫和的 所以它應該是不會攻擊的人 它剛剛張嘴巴是在吃 人類附近的浮游生物 或是它只是好玩 它不是要攻擊這樣子 好 這個影片我給大家 9.5分 我覺得能跟這麼大的鯊魚這麼近 我還是蠻怕的 我應該會殺肉鳥 我覺得這個的話也是會嚇到 因為它就是在你旁邊張開嘴巴 就雖然你知道它沒有攻擊性 但是你心裡還是會怕怕的 而且你又是在水裡面 當下怎麼可能會把你說 這金鯊還好吧 這有差一笑喔 它是什麼鯊魚 就拿神經出來說 你是什麼鯊 金什麼鯊 啊 沒事 好 那我會給它9顆星 OK 好 想法今天這四個影片 好 沒錯 那我們今天看完了四個呢 差點被鯊魚攻擊的驚悚瞬間 那今天我覺得最可怕的是 就到處第二個了 準備下去呢 臉呢 跟鯊魚面對面 然後它直接衝出來 它也被咬那個畫面 這個我真的會嚇 就是 因為我原本就很怕海了 原本就很怕水 我現在看完今天的影片呢 我再也不敢踏進海裡面了 我直接嚇爆了 我現在覺得 任何的水裡面都有鯊魚 那河呢 也有 牛肉池也有 牛肉池是誰啊 我現在看到水裡面就覺得有鯊魚 那你怎麼洗澡 我就洗快一點 好 換你 我應該也是剛剛那個 就是要下去 它要鯊魚上來 因為我覺得那個恐怖的點是 因為它就 差一點把它咬住 而且我剛剛那個影片 隱約看到它的那個牙齒 那個鯊魚的牙齒 就真的是驚險一瞬間耶 那個咬到真的不得了 你的手跟腳可能就拜拜 然後 你可能還會失血過度 對 還好那個女生他反應夠快 就是你要下海之前 你有心看一下 因為有些人是沒有看就跳下去嗎 對 真的是好險喔 OK 好 那大家今天去哪個影片 就趕快有留言的想法 或是你最近有去浮潛啊 生潛 或是玩水 遇過鯊魚 或是朋友遇過鯊魚 發生什麼事情 可以告訴我們留言的想法 那大家記得就是要跟鯊魚 或是任何的海中生物 都要保持良好的關係 然後不要破壞 在海中的環境 對 OK 好 那你們大家如果喜歡的影片 只要訂閱我們的鈴鐺 鈴鐺 鈴鐺 一定要追蹤喔 記得要歡迎支持我們喔 然後現在可以支持我們IG 然後聽我們新歌忙很多喔 然後電商那個老闆 今天要經營的怎樣 這個月的營業額 這個營業額就是那個 有點太高 我再請會計師幫我們帥一下 OK 好 那再次感謝我們本集的贊助商 Searcher VPN 大家要去用喔 那記得用我們的連結 然後還有我們優惠碼 大家一定要去使用喔 我們會放在下方資訊欄 還有我們的字頂留言 大家一定要去使用喔 真的很方便啦 最近有去日本玩 或是去國外玩的話 記得可以訂購這個Searcher VPN 然後非常方便 你想看哪個國家的東西都可以 新聞 電影 Netflix Youtube 好 go go 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謝謝使用喔 要用我們的優惠碼喔 我們會用我們的主題 來自然 我們會喝過 我們會否 我們會這樣 我們會來 你對